白沙综合诊疗所重新发展之后 前移到巴西利广场内 由于新诊所设在商场内 居民可以享有更便利的医疗服务 而为了满足更广泛的需求 新诊所扩大了医疗服务和设施 比如牙科和物理治疗服务 来看记者蔡可汗的报道 卫生部长王以康连同区内议员 包括国务资政张世贤 和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普杰利医生等 为新白沙综合诊疗所主持开幕 王以康表示 目前本地综合诊疗所 每年诊治近700万名门诊患者 其中40%是慢性患者 白沙综合诊疗所 设在地铁站和巴士转换站毗邻 方便求诊者前去 新诊所也扩大多学科护理团队 并提供多种预防保健选项 明年下半年还将推出 针对记忆和心理健康的服务 诊所也设有24小时自助服务 方便病人随时取药 新设施的面积是旧诊所的四倍 吸取了疫情期间的经验 特别设有一个专用空间 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 迅速地改造成疫情应急单位 以灵活地应对各种卫生挑战 新传媒新闻记者蔡可汉报道